会制教育协会首度举办的年会 广邀全台师生到现场分享 制作学习历程的教学和学习心得 也颁发第四届精职历程奖 鼓励优秀学子 高中学生介绍得奖的学习历程作品 并分享制作感想 像我们是用迪士尼公主为例 然后我们也希望可以去提升他们 去辨识这些社群媒体所带给他们 审美这个部分的资讯能力 108课纲上路后 学习历程成为高中生大学的一大难关 为了协助全台的高中生适信学习 绘制基金会透过TRIP教学模式 与e-peer共学平台 让师生们不再为教学和学习所困 在做学习历程答案的时候 学生最主要的问题就是 他们很难把每个课堂的内容 能够深刻地记录下来 尤其是他是怎么学习的 学习的过程有遇到什么困难 那怎么解决 因为我们有入校选讲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我也提升了很多 关于口语表达部分的能力 以及这个计划的最后 我们也有去到台课大去向福人社 去报告我们的计划 所以在整个报告过程中 我也有学到专业的报告跟简报的能力 会智教育协会首度举办成果年会 强调适信与共学 邀请全台师生分享学习心得 台湾有两万四千个孩子 有两千多位将近快三千位的老师 来参加这个平台来引导学生 那这个平台里面做出了 今年刚好第四年 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成绩 所以我们就把它拿出来 来跟大家来共享 所以我们这次的主题是 适信共学 那这次我们协会认为 这个学习历程适信引导 这个推广它实际是与时俱进 就是在AI连带更显得重要 协会认为教育不断进化 必须与时俱进 将AI共学和孩子的适信学习做结合 打破以往成绩至上的台湾教育 大爱新闻潘冠林李俊威台北报导 这个地方 这次看 这次看 这次看